水利北极玄天上帝公益协会 多年来为了帮助弱势 每年都会捐赠多项丰富的物资 给予南投家福中心 而协会今年也再次来到南投家福中心 进行物资极限金捐赠 期望受帮助的孩子们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们来这里维稳已经十年了 也感谢陈史卫议员 他是我们水里住区的主委 也是他来引进 所以来这里家福中心已经十年了 让我们的家福的小朋友 我们的这些能够有过一个中秋 南投家福中心主任魏纪理 感谢水里北极玄天上帝公益协会的爱心 十年来持续的捐赠物资 并赞助经费 让许多的孩子及家庭受贿 那我们再次的谢谢 我们北极玄天上帝会的所有的会友们 已经持续十年了 每一年都会捐赠我们的物资 也会支持我们经费的赞助 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 或者是我们帮助的家庭 都有一个满满的物资 以及学习上的费用的需求的支持 我们真的是很谢谢水里地区 这样子的一个赞助 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 这个社会会更加的友善 而县议员陈淑慧身为南投家福中心水里区主委 也特别到场致意 并感谢协会的捐赠 期望借由此举 将爱心散播出去 让社会更加温暖 我们水里北京县天上帝的压公会 来到我们南投家福中心 来允许一些物资和资金 那社会是丹念到我们家福中心 水里区的服务主任委员 所以当年来对家福的业务的推动 都非常关心 有这些资金的付出 也得到社会的先进人数 对家福中心的一个均定 相信爱是一个传承也是一个传播 我们也希望很多有爱心的人数和好朋友 有想要来做到选手 但是不知道要去找什么机关 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南投家福中心 而县议员陈淑慧也表示 若有爱心的企业级人士要做爱心 却不知道要寻找哪个机关 可以来到南投家福中心进行捐赠及支持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